這幾天兩三天可能先以調時差為主 因為昨天早上才到 然後就先以調時差為主 之後就延續賽季自己會做的routine 就當作是賽季還沒結束 直到亞運完才結束 所以就延續一樣的課表 這樣去執行 昨天才剛到今天應該也還在 對啊 蠻累的 所以今天跑那個投手的練習 有點喘 因為賽季也剛結束不久 所以我就是做跟賽季一樣的事情 就是因為現在比賽差不多一個禮拜多而已吧 所以就一樣就是牛棚 然後實戰練習 然後就是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一樣的那個課表 對啊 這也蠻多位火球 你自己有沒有想到 看到這些火球來 吹一下 用文輝 文輝喔 他剛剛有問這題嗎 有 還行啦還好 但是應該 就差不多 就把自己最好的丟出來這樣 但是應該還好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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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順其自 就當作賽季再丟這樣 就把比賽的戰術 還有策略做出來 比較重要 就比較不會 就想吹一球數而已 就是 會多運用其他球路 對因為 直球他們 掌控性很好 所以 如果只靠直球的話 是沒有辦法解決那裡的打折 所以我們就 多靠變化球吧 去引誘他們 對啊 變化球的 位移還有 品質吧 我覺得一年比一年有的比較好 尤其是去年 球隊開始給我在變化球上面的 位移的目標 還有他們想要我的 去執行的 球路 然後 也透過那個 球隊有 儀器 就是checkman 讓我們每一次的牛棚還有出賽 能夠去 檢視自己的位移 還有球速轉速等等之類 有沒有到達球隊的 給我們的目標 然後 然後 去年到今年這樣其實進步蠻多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能 穩定度上面 需要再提升 我覺得最大的一定是 心理層面 因為 小聯盟也是一樣 就是你會 面對同一支球隊很多次 然後加上 很多球員都比你 比你還要有精力 還有經驗 所以 心理層面是很重要 而且加上我們那個球場是 蠻會飛的 所以 很容易被打拳也打之類的 所以 就是 心理層面要很健康 要很強壯 然後加上 配球吧 因為今年在2A 跟我 就是配合的鋪手 是上過大聯盟 所以他會 給我很多新的 不一樣的 想法 然後更對的 那種暗號 所以我學的都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自己長大了 對啊 就是覺得 有在進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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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